最主要炒作的因素是甚麼呢 就是能源股、食品相關的糧食價格 但問題是如果你做食品的行業上面 很多都是加工食品 特別是在上市公司上面 他們原材料成本也升得很厲害 所以在食品方面是以期貨為主 真的炒一些最原本的材料 但問題又是升上來了 局勢有些噴噴聲的升上來了 現在按年來說還有一兩成的升幅在 短線未必真的升得太厲害 你在講滯脹第一步 就是高通脹環境導致經濟增長放鬆 最終物價都會回落 所以我們就經常聽到有個通脹見頂 有整體聲音在 所以這一刻我們就主張 如果你真的很擔心這些問題的話 或者你沒有甚麼想法 究竟市場是怎樣走的 暫時來說先拿多些現金 特別在美股市場上面 就算包括能源股也好 股值也是很高的 高股值的股份在市場上面不值得買 這些市場上面只能夠買一些 股值很便宜的股份 在說股息率吸引 在說有個穩定現金流 是買這些股份而已 美股也有的 這些股份上面 麥當勞 麥當勞你看股息多少 兩厘多了 是不是叫吸引 不是的 那你就等到它跌到下去 你就等它跌到下去 可能接近三厘左右的位置才買 但是兩厘跌到三厘 你那個調整幅度很深的 你不會在這些位置 突然間就告訴自己 如果你講到角度上 告訴自己 我收息沒問題的 我長線拿著 它永遠都會升上去的時候 我會給你一個推薦 你拿十年期割債 你拿到高貌 股息率 起碼有三厘的股息率 但是你這十年來講 之後的市場康復 你就錯過了 所以你就在投資角度上 買股票上面 這一刻特別美股上面 正如剛剛我們說的 知名投資者所說 現金你固然是 你拿著覺得很虧的 股票的問題更加之大 就是因為那個股值水平 普遍都是一個不吸引的水平 特別美股市場上面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美股資產配置上面 就沒有什麼太好實質的順利 你可以買米債的 輸少當贏的心態 都是輸的 不知道輸得那麼小 這個原因 我們會主張 特別沒有什麼想法 投資的投資者來說 欠現金為主 相反地你買股票是可以的 但可能會做一些cover call 要做對沖 之類之類的 就是你買能源股 然後買SARKK OK的 沒有問題的 這個資產配置上面 有機會跑贏的 但是如果純粹一注個 買能源股 我就會問為何這些位置才出售 是